回到蓝宣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一 我们的美食单元 那在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跟大家聊的美食 就我们的美食呢 有些时候是谈谈新餐厅 有些时候呢 是谈谈美食在地食材 背后的地理文化跟一些故事 那有些时候呢 我们希望聊聊呢 在台湾美食的新的可能性 跟新发现 那今天很有趣的是要聊的 台湾的传统菜市场 其实一直是一个 美食很丰富的 但是在现代生活当中 比较被错过的一个地方 一般的年轻人 甚至是上班族 很少去菜市场 都觉得那个地方 有些还是觉得有点脏乱 虽然现在很多地方 已经变得比较 通风也良好 也比较窗明激进 但是还是比较 是属于那种婆婆妈妈 比较常去的地方 但是现在其实 很多传统菜市场呢 正在被改变当中 很多年轻人 进到了菜市场里面 去开属于 他们自己风格的店 然后呢 让传统的菜市场呢 也突然之间 重新 像是活了过来 因为他们跟 婆婆妈妈之间 有一些很特别的互动 那他们也带进了 更多的年轻人 到这个菜市场里面 那我想 这是有点像是一个都市的 新的冒险嘛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 但是对于一些传统的 老旧的这些菜市场来说 他也可能注入了一些生机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今天要请了一位厨师 他就是在三年前 把他的餐厅开进了新竹的一个 东门市场的一个厨师 他叫做查理 我们今天把他起到现场来 我们跟他聊一聊 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他进到了新竹的东门市场 那事实上新竹东门市场 还不止他这一摊 是属于年轻人的冒险新乐园 还有别的 所以呢 到底状况怎么样 哈喽查理早安 早安 那个主持人好 OK 好 所以呢 你们现在新竹东门市场 有几摊是属于那种比较特别的 不是传统的那种 卖菜啊 卖猪肉啊 卖鱼啊 那种那种摊 多吗 现在还蛮多的 现在应该有35家以上 你说是属于像你们那样子 比较像餐厅的啦 比较不一样的年轻人看 35家哦 对 现在大概35家 但三年前就一家 现在到35家 真的啊 真的比我想象的还多 对 就发展还蛮蓬勃的 那这是什么样子的店 其实他 叫做店吗 还是摊 我们觉得应该可以讲摊 然后他其实比较像路边摊 虽然是在室内的菜市场 但是看起来真的很像在路边 OK OK 所以新竹的东门市场是一个室内的 它是一个大楼里面的 是这个意思吗 它只有三层楼 三层楼 对 但是它的占地面积算广 然后算是里面都是一格一格的摊位 对 你可以想象就是像卖猪肉的啦 卖菜的啦 他们大概一个单位就是两平的大小 OK OK 那现在这样的很像什么台北的什么南门市场 因为台北的东门市场是开放式的哦 是户外那种更传统的那种 但是台北的南门市场 就是属于你说的有一个建筑物 然后可能有一楼二楼三楼 那大家各自有摊 所以你们是属于 虽然你们叫做东门市场 但是你们比较像台北的南门 或是市东市场 是 是这样子 OK好 那你说三十几摊 大概是卖什么东西 里面有日本料理 有意识料理 那像我们是泰式料理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咖啡啦 或者是甚至有酒吧啦 嗯 还有酒吧哦 对有酒吧 那酒吧还有 我印象中大概还有三家四家耶 对 是哦 开在菜市场里面的酒吧 在菜市场里面的酒吧 那问题菜市场没有打烊的时间吗 他们就是等打烊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等菜市场打烊的时候才出来的 哦 所以你们的菜市场是真的很传统 那种属于早上就打烊 哦 对 差不多到中午之前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们就大概到中午 哦 那之后下午的时候就换我们进去 可能做一些备料或是前置作业啦 因为他的那边的摊商的单位面积很小 哦 所以客人的客席的位置只能放在走道上 哦 到了中午以后可能就是吃泰国料理 然后呢可能有些是下午吃日式料理早上可能卖猪肉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子 对 就是我们还是自己是个人的个人的单位 哦还是各自拥有各自的单位 其实我们的时间是错开来的 对 所以如果说你是早上去逛新竹的东门市场 跟你下午去逛这个新竹的东门市场 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连晚上去都会有另外一个面貌 是然后早期其实是以晚上为主 可能就是五点过后 晚上五点过后 只做晚上哦 对然后一直到凌晨一点这段时间 当初我们是这个时间点切进去的 是哦 哎这个真的还蛮好玩的 哦 那问题是OK 呃夜里面的新竹东门市场有生意哦 一开始都是游民 对啊 所以那你要不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三年间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呢 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传统的菜市场 而且晚上都是游民 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 就会很想要分享这样的用餐体验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在 你本来是一个厨师嘛 对不对 你在哪里当厨师 我在一个西式的餐酒馆里面 嗯哼 对那我是做西餐出身的 那本来就在新竹 呃对本来就在新竹 OK 那然后 然后呃 看到那个地方会觉得 第一个是那个那个地点很有 感觉那个时间点停留在过去的那种氛围 你不要帮我描述一下 因为我是看到相关的报道的时候啊 这个呃就发现说 呃这个查理这个卖股市场啊 蛮好玩的啊 那他也稍微描述了一下 但我觉得很抽象 他讲到说东方市场是一个很老的市场 甚至他是全台湾唯一有电视手扶梯 电动手扶梯的市场 是的 是这样子吗 但是他又很老 那又有一个比较现代的手扶梯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呃他从前其实是一个贵妇市场 贵妇市场 就像您刚刚有提到就是 其实比较老旧市场 他是可能是比较露天开放式的 那早期如果是有室内的这种市场 他不需要 买菜的时候不需要晒到太阳 那然后可以很自在在里面这样子很安全的环境下去买菜 不会人车在那边争到的情况下 所以他里面卖的产品其实就是也是专门贵妇们在 有挑选过的 比如说他们的南北干货啦 或者是你在那边可以买到鲍鱼啊 一些比较高档的食材 其实当初在新竹那个地方只有那里买得到 这样子喔 所以新竹有个贵妇市场 所以他们有手扶梯电动的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新竹的认识觉得说 可能会有一群可能整个生活水平收入也高的人 是因为竹科的关系嘛 但是竹科也是最近这几十年 所以他那个你刚讲到说贵妇市场是因为竹科吗 哦不是耶 他应该是可能是阿公阿嬷甚至阿祖那一辈的事了 哇哦 那时候就有那样子的市场跟那样的需求 那很时髦耶 对因为像我老婆是新竹人嘛 在地新竹人 他的爸爸今年应该快80岁了 他小时候是在那个市场长大的 所以那个市场很久了 是哦 对 那这样子以前你这样讲 所以那个市场里面 以前会卖鲍鱼 还有什么特别好玩的 以前的贵妇的店吗 他们刚刚讲到有三层楼吧 对对对 一楼他有点像是现在的这种 百货公司的概念 一楼就是一些 比如说生鲜食品啦 二楼就会有一些服装啊 或者是改衣服啦 然后甚至洗头啊 做造型啊 然后三楼可能就有一些裔品店啊 然后现在转变成古董店了 古董店啊 以前那些裔品店 他们慢慢的就是可能东西 就是从以前一直到现在 然后慢慢转型成古董店 可是在以前就是有很多卖艺品的也会在那边卖 其实像天然有点像卖场耶 对可是那个时候是可能就是七八十年前六七十年前 那时候其实那个概念应该还算蛮新颖的 对啊对啊 就像天然还蛮新的耶 OKOK好 所以你就是那但是现在听起来就是在你去的时候 已经比较没落了吗 应该说非常没落 非常没落 他的游民的聚集的程度 然后还有在里面发生行为就是 就是可能一般人比较无法想象的 因为他们会在里面洗澡 然后不管夏天还是冬天 那因为市场里面有免费的水源 所以他们会聚集在那边洗澡 那再来是游民里面有一些可能精神状况比较异常的 那他们会在 我跟我太太曾经看过里面有人带一个男生老老瘦瘦的 然后很苍苍的样子 可是他带了一头金色的假发 然后他穿着大衣裸体 然后那里好像他的袖场一样 他就在里面一直逛一直逛一直逛 那个时候去看到还蛮惊讶 那时候我们看到还想说 嗯真的要在这里吗 哇OK真的是好好特别哦 OK那他也不是要去吓人 他就是有那种暴露狂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对 他还照了一件大衣在外面就走来走去 而且他不会离开市场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要吓人的意思 因为那时候市场是没有人的 嗯对 好那如果这样所以就要 那你为什么选的那个地方 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坚持想 觉得那个氛围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我觉得餐饮的环境来讲 尤其在台湾我觉得 其实有很多尝试是可以去跟我们的传统文化 或者是我们所一般所了解的一些 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的突破啦 就是不是很简单说我们吃饭就是进到一个餐厅 然后舒服的吹着冷气 然后好像看着飘飘的菜单 吃着理所当然的饭 我就觉得这个有一点无趣 所以在那个地方看到那个环境那种氛围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短时间用人力或钱 钱财去营造出来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特别 因为在你去以前有那样的店在里面了吗 没有 OK 我看我好像有一家咖啡厅跟你们是不是差不多同时间进去 对 他们很妙 他们是那时候是开好像是下午吧 可是白天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主要是晚上啦 那他们的部分很有趣的是 他们都是上班族 那他们会在那边开咖啡厅完全就是因为 兴趣然后还有这种文化交流的这种 他们觉得他们有想要做这个文化传承 或者是说跟更多元的文化去做交流 所以他们选择在那边做了一个基地在那里 所以卖菜的早上他们是下午啊你是晚上 对 好像有你在轮流 交班的感觉 OK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聊 那所以呢对查理来说 一个曼谷市场就在新竹的这个东门市场诞生了 然后一开始就他跟下午一群上班族开的一家叫做咖啡夏特的小店 但是到了现在就有三十几家呢 在这个东门市场里面的热热闹到的上演 这什么样的过程马上回来 好回到凉学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在这个新竹的东门市场 是在新竹市区一个曾经很没落 但现在看起来应该比较热闹了吗 现在很热闹 好像很热闹的地方呢 开了一家曼谷市场的主厨查理啊 来聊天 那会邀请到查理 我真的发现啊 这个台湾的传统市场 现在正在改变当中 那这个改变很棒的地方在于说 他留下了一点传统的味道 带他注入了更多呢 更新鲜的 更时代感的东西 可能不只是卖的东西 还有跟整个的装潢呈现的氛围 还包括更多的年轻人进去 其实不只是新竹 包括我刚刚讲到台北 我看过的这个相关介绍 包括在南部都有 很多返乡的年轻人 回到了台南 回到了高雄 回到屏东 他们都试着啊 这个接触到一些 比较传统的在地的这些文化 那所以呢 菜市场成为一个呢 很特别的选择啊 好所以呢 我们就想说 哎 把这个查理要来聊一聊 因为新竹的这个东盟市场啊 就看到的一些资料 看起来是真的啊 还蛮代表性的一个 老老的很有历史的 那么一个菜市场 好所以再说说 所以你当初三年前 去开了很多地方吗 所以你心目中开店 那样子是什么 呃我那时候找的重点 其实就是想要跳脱 以往餐厅的 用餐的这种感觉 嗯 我先问你 跟租金有关系吗 跟租金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不是说那比较便宜 其他地方实在贵松松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那看到那 那时候是到那里的时候 会发现 哎这里怎么车子 摩托车这样钻来钻去 川流不息 然后这样的 老市场的氛围 摩托车穿来钻去 你不知道是一个建筑物吗 对 因为它已经荒废了嘛 已经没落了 所以摩托车可以骑进去啊 所以只要 那个摊商12点 他们中午12点前 收完的时候 那条路就变成是 摩托车在走的路 因为那里是市中心的淡黄区 所以那是一个很 算是一个捷径 可是这个建筑物 没有门吗 门不会关起来吗 没有 没有 对 它有好几个出入口 它是里面是紧致型的 然后都是 都是路 应该是说都是室内的路 不是 OK 所以它的一楼是有墙吧 有 有墙 有墙 但墙 是可以开进去 骑进去的 对 摩托车可以 OK 那那时候就是看到摩托车 在那边穿来穿去啊 然后又加上那种老建筑的那种魅力 那时候就让我直接想到 我跟我太太以前度命运的时候去曼谷 对 其实我并不是做泰式料理出身的 对 但是因为看到那样子的氛围 你就会觉得很想要把餐饮做一个结合 怎么样去诠释 带给我的客人们 他们来到这里 可以认识新竹在地的老建筑物 然后体验这文化的氛围 然后能够感受从前的时光跟现在有什么样的不同 然后以前的路是人在走 现在变成机车在走了 所以以前的室内可是却让你感觉好像是坐在路边 然后摩托车穿来穿去 然后那种感受我觉得很交错很复杂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想要保留这样的东西 但是一直在想要怎么呈现 那时候就觉得好 那我们就用泰国菜好了 所以它就是一个路边摊的概念 对 它就是路边摊 那路边摊 这样你有几个位置 我那时候很多 那条整条路我都可以摆 因为没有人 所以你后来就真的摆了一条路 对 然后而且我还摆沙发 我觉得那种有一种很冲突的感觉 就是你在一个很破旧的地方 然后在一个很像路边的地方 可是你坐着沙发 然后端上的菜是有摆盘的 好像是坐在餐厅里吃饭那种用餐的感觉 然后摩托车又一直呼啸而过这样 而且他们会一直看你 他会觉得你怎么会有人坐在这里吃饭 这个真的还蛮特别的 所以有点点那种冲突的美感 对那时候就觉得很有趣 那所以那你说你本来是学西餐的 但是后来因为去曼谷 然后路边又有了这个灵感 所以你就决定做泰国菜 那所以你要另外去学泰国菜 没有这就是后来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就自己摸索做出来的 对对对对 我们用的方式是比较就是fusion 就是融合的方式 可能就是用西餐的手法 可是在烹调太湿的食物 但是口味上又是把它调整成在地人 是可以喜欢的 OK 对 那我问你 那你刚刚开了以后 虽然说反正你是第一个进去的 在晚上黑布拉基的时候 但是那别人怎么知道 这个里面开了一家餐厅 你怎么让别人知道说 这个菜市场晚上不是没人的 是有一家餐厅在这里的 这个我也蛮想问他们的 其实说实在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我开门的第一天就排队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假的 对 可能是因为我在猜那里 就是车流量很多 然后那时候因为在装潢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自己动手的 所以路过的人就会一直看 这里到底要干嘛 这里到底要干嘛 所以你这个效果就有点像是 人家百货公司里面 或是说大门想说open soon 不是别人可能要贴出一个大海报 但是你们是靠很多人在那边开始 悄悄打打 别人就开始觉得好奇 觉得这边好像即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是而且是在一个残破的地方 他们会觉得很纳闷 真的 这个真的还蛮好 所以第一天就排队 第一天就排队 我猜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自己要吃什么 我自己也觉得很纳闷 这个是真的还蛮有趣的 真的 那你要去开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跟那个 在你之前唯一的在下午摆 就是弄了咖啡厅的那几个商门主 去聊天一下 去交换一下讯息 去一方面就是也是打打招呼 拜拜码头 那二方面也是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 不管是什么客源 来客量 什么总是要了解一下吧 没有 我们本来是开完店之后才才认识的 是喔 对对对对对 好那所以他们对你你你这样子的营业模式 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是有什么反应 好像他们因为也刚开始 对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大家到那边都是抱着一个忐忑的心 对就是来这里会觉得说我在这里干什么那种感觉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又加上那时候的 我觉得那时候的时间很冻结 就是因为很冷清 当初我们还没开的时候真的很冷清 然后所以大家在那边有一种不知道要怎么做 要怎么样去发展这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他 一定会这样子想啊 对那他们当初可能也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可能有他们想做的事情 可是在面对这样空荡荡的空间的时候 可能那些想法就开始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可能会有些担心或者有一些退缩 或者说有一些修正 对然后好像没有一个着力点 那你们在我们修修在回来聊 就是说那市场有管理单位吗 对不对 有 对不对 那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群年轻人突然间闯进来 要搞这些传统赞赏之外的东西 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休息一段待会来继续聊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回到来线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在这个新竹有百年吧 19我看这资料是1900年的时候落成的 所以距离现在真的是上百年了 有百年历史的新竹东门市场里面的这个曼谷市场的主厨 这个查理来聊天 我们想要聊的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会选择在这个传统这么古老的这个市场当中落脚 然后呢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或者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 那所以你刚刚讲说进去 那你觉得你喜欢这种可能很特殊的违和感 或者是冲突的美感想要去试试看 去复制一个呢在曼谷感受到过的这个 可能有点混乱 但是有点新奇的fusion的感觉 但问题是那市场管理处 你总要跟他们去 就是说你要登记嘛是不是 要登记是用租的嘛 租他的摊位 是 那他们会觉得你们很奇怪吗 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状况 一开始其实还蛮排斥 就是在管理处的阿姨其实还蛮排斥我们的 因为我们的开的是 应该他们是公家单位 他们在管理市场的时候 还是处于比较正常的那种市场营运模式 在管理这个地方 那突然晚上我们窜进去的时候 他会因为第一个他人也下班了 他也不知道你在里面干什么 他也不知道你弄了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危害到他们 他们本身市场运作一些机制 包括你垃圾放哪里啦 包括你说你的环境会不会制造脏乱 当然 对那会不会带来一些客人 然后在里面知识啦 或甚至说打架啦 他是一个很未知的情况下 所以一开始其实不是很有善 那倒是其他的摊商这些 这些阿姨叔叔们 反而是比较照顾我们 真的喔 譬如说 可是问题是你们进去的时候 他们不是就打烊了吗 会打照面吗 我们进去被料的时候 他们还在做生意 对对对 OKOK 那你碰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现在很很 很打探说 哦 这群这个高兴 那不是 不上吗 他们很开心啊 他们会觉得说 很难得会有年轻人进来 对 然后因为 其实我们这一代算是 我们的上一代 其实就是 算是一个断层 对就是 可能我的阿公 他们那一辈是在菜市场做生意的 对 那他们传承下来 到他们下一代 也就是我爸爸那一代的时候 他们那一代教育 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说 希望你做个白领阶级 然后希望你有读书 有受教育 不要来做这样 靠体力活的工作 对对 所以于是 在我的父子被那一代 出现断层之后 我们这一代进去的时候 这些这些还在菜市场工作 这些前辈们 他们会觉得很新鲜 因为他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后面没有人 想要进到市场工作 真的这是真的 这时候有一群 有年轻人进来 他们会觉得 很有新鲜感 真的吗 你印象最深的 对你特别有兴趣 或是对你特别好的 或是说 早上那些摊贩 里面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 跟他们不熟 会送你一把冲之类的吗 这个倒没有 我觉得一开始反而是 他们在观察我 我也在适应他们 我有点搞不太懂 他们之间的默契 就是 有时候你早上进去备料 说看看他们还在做生意 然后忽然隔壁就跟隔壁的摊商 他们就吵起来了 就在那边大小声 在那边当街对骂 然后当你被完料的时候 他们准备收摊 我们准备要营业的时候 你又看到 刚刚在对骂的人 现在坐到对方的店里面 在那边吃吃喝喝 谈笑风生 就是你很难去了解说 他们刚刚到底是 讲吵真的 吵假的 对还是说 还是说因为吵架 所以感情才会特别好 就是一开始有点错乱 对后来才觉得说 这个很有意思 我后来可以 我觉得可以解释成 这个可能是市场人情味 就是他们可能很直来直往 对那他们可能也很不拘小节 对所以 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 像这个对 对现在生活方式 你可以认识邻居 都已经很不简单了 哪有时间跟你什么 这个吵架 还坐下来 聊天喝茶很难 OK好 那所以 那你刚刚讲到 一个就是市场管理方 一个就是原本的摊商 我还很好奇 那原本在 下午跟游戏的晚上 占据着这个传统市场 本来的流浪汉呢 那你们进去之后 他们不会来 就是你总会担心 会不会 你们客人会怕他们 他们会不会来骚扰你们的店 或者说他们成为你们的顾客 还是说你们跟他们有什么互动 其实一开始他们会 会有点骚扰到我们客人 因为他们会来要吃的 或是捡那些没有吃完的东西 对那可是 其实那时候也在 有点疑惑说 是不是我们要主动提供他们食物 而不要让他直接去打扰到用餐的客人 对但是 我觉得对他们很抱歉的是 后来当我们还没有任何动作的时候 他们就消失了 对 这样的啊 所以如果以先来后到之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我对他们比较抱歉一点 因为后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这聚集了 因为越来越多店进来了是不是 对 然后人潮开始多了 所以他们也不能在那边睡觉 也无法洗澡 所以他们可能另寻他处了 对 所以有这种转变 是 OKOK 那原本的流浪汉在里面有很多吗 应该有十几个吧 我没有仔细去 那也还不少 所以有聚集的感觉就是了 OKOK好 那所以你们这样子营运 那慢慢 所以很快的第一天有人排队 然后呢 就从此都非常的稳定吗 当然这之中还是有碰到一些挫折 对那就是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里面做 做生意 尤其是做吃的我觉得会看到是会想要进市场 其实一方面我们也是比较真诚的人 对那所以会觉得对于生意这件事情 其实他好像是需要可是又不是必要的 就是有时候在里面做事 其实在市场工作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会愿意进来市场 其实有更多的想法是来自于在这里面工作的交流 跟你每天所看到的人事物 其实是不像你在餐厅工作 好像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你甚至做什么餐点给客人吃 你都不知道 你跟那个客人完全照不到面 但是在市场就很直接 所以我觉得在市场里面有一股热忱 有一股活力去驱使的情况下 我觉得在里面的那种感觉真的是 你不会去想说今天生意好或不好 你今天只会在意的是今天哪个客人很有趣 今天有什么客人跟客人之间发生什么事 或是隔壁阿姨又跟对面的叔叔又怎么了 所以就比较有人味就活生生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你这样讲我想想我新年访问过一个 在台北市的安东市场 有个年轻的主厨叫做马才玉 他也是穿着很认真的白色的厨师服 对他来说他觉得跟这些人 客人之间的互动 事实上是他最 就每一天最快乐的来源 否则市场就死了 他说他要穿全身的厨师服 还戴高高的帽子 每次这样汗流浃背 然后每一个他的同事 这个员工都会觉得 热到爆真的是也是一个酷刑 但是还是蛮干之如意的 所以我们休息回来再继续聊 好回到来训时间 我们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新竹东门市场 这个曼谷市场的主厨 查理来聊天 所以对于一个市场 传统市场来说 陆陆续续的有年轻人 把店开到了市场里头 然后他可能不影响早上的早市 这有点像是传统菜市场里面的 深夜食堂 重新让市场活得过来 这个对市场来说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改变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 他们也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因为你好端端的路边不去开 然后你开到了一个传统市场里面 客人怎么维持 客人在哪里 然后跟原本的 这个一般想象中的餐厅的经营模式 都不一样 所以这样子一个自我挑战 其实也要经历很大的一些 现实上的可能考验 对不对 所以对查理来说有吗 对你来说 对啊 当初开进去 然后跟你后来的想象 你的整个心路意识是什么 其实当初会进市场 选择在市场里面做 我觉得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在那之前 其实我们是 我们的财务状况跟各方面 因为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情 然后刚好人生 到目前人生之中 算是处于一个谷底的情况下 然后进到市场开始工作的时候 正是从谷底往上爬的那个阶段 但是那时候其实并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在爬这件事情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 曾经在谷底 所以有经历过很多负面情绪 比如说忧郁的状况 对 但很庆幸的是 没有到忧郁症那么严重 但是就是我们夫妻 其实经历过很多事情 包括包含财务问题这样子 那因为我太太以前也创过业 那所以得到很多经验 创业不简单 对就是用很多钱去换很多经验 然后跟一个很糟的心情 对 然后就开始在市场里面做 也是因为下定的决心 就是因为知道这个 这份工作会很辛苦 尤其在这样的场域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就会一直 去看很多正能量的东西 然后想办法让自己正面起来 然后进而去想办法 能不能够把这样的东西 同时感染给你身边的人 因为有时候你自己一个人正面 自己一个人努力 可是当你面对环境 你没有带给他们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所处的环境可能 你会觉得就好像学英语一样 你一直埋头苦干的念英文 但是其实塑造环境可能会来的更有效果一点 那时候就觉得 或许这样我们来试看看 于是我们就开始 把很多对我们自己有帮助正能量的言语 开始写在我们的那个初餐吧台上面 让所有客人来是看得到的 所以你们的初餐吧台上面还会写什么格言 写什么鼓励打气的话 对就是我们大概一两个礼拜就会换一段文字 那它都是正面的 比如说努力选择前先努力做选择 或者是说朋友就是看透你还能跟你相处的人 对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都是你自己的生活体悟 还是说你去哪里看到的这些文字 有的是生活体悟 有时候是看到别人的文字 然后又加上自己的经历 就觉得可以整合出一些东西 对那我们其实在后来这样的精神 那不是你客人有看到吗 客人有看到 而且他们还会把它拍照下来 然后他们也会把这段文字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用IG 他们用那个hashtag 直接就把你那段文字写上去 那我觉得这就达到一个传达正能量的一个讯息 就是它就散播出去了 那你是什么写在桌上 写在吧台的立面上 就像压克力的那一种 你就可以拿着那个油性笔 那下面写的那一种 我们的吧台是瓷砖 都是方砖 白色的瓷砖 然后我们用黑色的叉叉笔 它是其实可以叉拭的啦 对所以如果有小朋友来我们店里的话 麻烦就是不要摸那个字 因为我们的字都被小朋友摸掉都变手掌 真的 我觉得你应该让小朋友在上面写字画画才对 也可以 那也蛮好玩的 那也是一个正能量 你说小朋友的同言同语才很可爱呢 而且画那种画就看起来多疗愈啊 而且那会有一个力量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还 所以你们这是心灵 那个菜市场里面的心灵鸡汤呢 还蛮好玩的 所以你才会讲说 因为刚才查理有说 他们在这个菜市场里面 其实很热 四十几度像在曼谷 为什么会那么热啊 你们没有完全没有空调吗 现在有装冷气了啦 但是那个冷气就是 冷气上面会显示温度嘛 开之前是可能就是四十五六度 开完之后还是四十二度 为什么这么不通风啊 对它不通风 然后就是 再来是市场里面的电力也有限 你没有办法把它完全 就是让它冷气完全运转 那这样客人要去吃也是一种挑战 对啊 所以客人来都吃的 就是那个大力干 小力干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只好一直跟他讲说 这就是你在泰国吃饭的温度 这个曼谷吃饭的温度 对那实际上我们在厨房里面 其实是更热的啦 所以客人他们在流汗的时候 他回头再看到我们的时候 其实他 他也释怀了 因为我们比他更长 我们衣服都是湿的 然后整个脸是红的 对 可是四十几度真的温度蛮高的呢 对真的很高 那这样子如果去 下次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去这个东门市场 这个新竹的东门市场里面去 冒冒险的话呢 要穿的凉快一点 我觉得来那边吃饭是吃一种不一样的体润啊 吃一种feel就是了 对对对 OK这样听起来三十几家店 是真的还蛮有得逛的 所以现在里面你都会跟里面的一些 隔壁的这些餐厅跟厨师们 会互动吗 会还是会有互动 对但是早期互动其实是更多一点 就人少的时候嘛 对对对对 就代表就大家都一起在做一件 大家觉得很不一样的事情 嗯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有意义的 对代表我们这代年轻人 在这个城市曾经去努力 然后付出过一些什么 留下一点点东西这样子 我觉得有时候想起来真的还蛮幸福的 嗯嗯嗯 好了那就是呢 在新竹的东门市场里面呢 有这些年轻人打拼出来的幸福滋味 下次呢可能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 吃吃逛逛 非常谢谢查理咯谢谢 谢谢 谢谢